海外的安保 전문家들도 북한의 도발 가능성이 높다고 진단하고 있습니다 早在南韓国会大选前 总统以西越就曾担心北韩可能戒选 没想到最新消息指出 距离当时三月底选举的前十天 金正恩还真的有动作 南北韩西海北方限界线是联合国军划定的海上分界线 但没有获得北韩承认 双方多次在附近海域发生冲突 这回北韩疑似派不明飞行物靠近北方限界线 当时南韩军队为了应对 不但部署自主对空炮 也派空军攻击机 以及海军高速舰艇戒备 并开枪拦截 只虽然成功击落了 却没能顺利带回 军方消息人士更透露 该飞行物有着气球的形状 末端悬挂着某种物体 大约1.5到2公尺长 由于尚未确切掌握不明飞行物 南韩当局决定明年增加一倍以上的军队无人机 然而除了空海戒备 南韩情报机构近日也发现 北韩恐怕正在策划恐怖攻击 针对包括在中国 俄罗斯东南亚等地的南韩驻外机构 升级恐攻预警级别 应对北韩可能的报复威胁 在新闻黄泉云报道